鱼杆里的鱼变清理太干净到底好不好 粉丝经常很着急的问我 翠翠姐鱼杆里的鱼变怎么清理呀 我的鱼生病了是不是鱼变引起的 水草烂根了是不是鱼变导致的 听着就像飞上天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鱼杆里的鱼变是不是越干净越好 这个世界凡是都是有两面性的 更何况是生物 有好就有坏嘛 咱们先来说一下坏处 大量鱼变堆积会造成水体负营养化 负营养化就导致各种藻类的大量繁殖 油膜的出现 影响鱼缸的美观 特别是裸缸饲养的 大量堆积还会产生亚硝酸盐 氨氮等有害物质 但是前提我们要注意 就是长期大量堆积 没有强大的消化系统 就会产生上面的这些问题 可画风一转 鱼变也有好的一面 在大自然中 鱼变也是自然里的一个重要环节 鱼变是很多水生植物的营养来源 要是没有鱼变 那很多水生植物 藻类都很难获取足够的营养进行生长 所以鱼竿内影响水质 不能片面的用鱼变来衡量 鱼变是能给鱼竿里的一些微生物细菌提供营养的 而这些微生物细菌也是有好有坏的 达到这种平衡 水体才会稳定 鱼变清理的太干净 有时候反而会出现更多有害菌 让鱼生病死亡 鱼里的水体平衡被打破 引起了水质变化波动 导致整个系统被削弱 所以我们要保持平衡才是关键 定期清理于变 定期换水 定期维护系统 才会水好预言好 好了伙伴们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关注点赞支持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